第四題根據實驗下列迅速何者錯誤 那我們曉得酸鹼鹽都是電解質所以酸性溶液跟鹼性溶液都可以導電 所以選項A說酸性溶液一定可以導電是對的 選項B說鹼性溶液一定可以導電也是對的 而我們的食鹽水跟葡萄糖水溶液都是成中性 而食鹽水可以導電葡萄糖水溶液不能導電 所以呢選項豬說中性不一定可以導電是對的 而選項C說中性溶液一定不能導電是錯的 因此第四題問我們說下列迅速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C中性溶液一定不能導電